周宇铭 10月16号第44季台湾金中港举行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 而最雷暴观众眼球的确实最佳男主角奖 被第一次出演电视剧的赵又廷斩获 大热门周宇铭颗粒无收 我今天想过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发生 可是后来我立刻去排除掉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还不够成熟 还不够资格 或许赵又廷在会长作品《体质英雄》中的演戏见仁见智 但他在拿奖的时候的表现却无愧于最佳男主角 而这一幕也堪称班长当晚最有戏剧性的一幕 跟一个人说谢谢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他 谢谢你兄弟 无论是开始是颇不情愿地被赵爸拉起来 还是后来耐人寻味的古怪表情 仔仔的表情已经一清二楚地告诉观众 他又被赵又廷给雷倒了 而听到对手如此突如其来的真情告白 各种滋味如何也只有仔仔自己能够体会了 说起周一鸣赵又廷双雄争霸的痞子英雄 可以说本身就是为了宰家量身定制的 所以他早就已经知道 有一天要出演痞子这个角色 而从筹备起就把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渗透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所以宰家的这次成功剧变 绝对是有迹可循 其演技在剧中的华丽转身更是有目共睹 他一改以往忧郁王子的戏录 引活了一个吊儿郎当 带着几分疲惠的痞子神探 宰家有一次问题 你是这里啊 对啊 很像吗 嗯 好像 宰家在品牌英雄中的出色表现 也得到了不少圈内好友的力挺 曾经与宰家合作过的侯贝层 是毫不应期对宰家的意味之词 品牌英雄我也有看过 我觉得宰家在里面的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我觉得他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带了很多新人 在入戏方面我觉得都很出色 然而作为金钟掌最佳男主角大人们的宰家 最终还是输给了第一次演戏 第一次担任男主角 第一次被提名的赵又廷 为什么宰家将近十年的演技退练 却不如一个新人受评美亲爱呢 有媒体猜测 这跟赵又廷有个好爸爸不无关系 作为台湾老牌明星赵树海的儿子 赵又廷从出道起就一帆中顺 虽然自身条件不错 但要是没有这个明星老爸暗中出路 想出人头地也不那么容易 正所谓让任父子丁 为了更好的帮助第一次拍戏的儿子 赵爸爸还在提名从中 担当配角和儿子对戏 我们男女分局 今天算是出风头 而赵爸爸在圈内更是公认的好人员 各方人士都得给一分博面 当然自己公认的金钟平美 也不会不卖账啊 我跟我太太出去 人家介绍说 这是赵又廷的妈妈 他爸爸就在旁边 我会面对这个事实的 他会很高兴 做赵又廷的爸爸 除了老爸的人脉 赵又廷一向的乖乖牌 也出了下的好处 就连访问过无数艺人的小S 在青森棉棉棉的赵又廷面前 一直等不住失控了 有个问题你跟我讲 我已经回答你 我交流 真的吗 应该经过没别的 就是想去的真心 你对我好烦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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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 或许就因为这种种赢人机会 当庭宗雄成了 当晚班将以上最大赢家之时 周一平也成了剧中最落寞的一个 随后的青森棉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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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